来来来看一下小米苏七的这个白车身的一个样件展建啊 这是在我们在上海的这个小米苏七的交付中心 这个东西我觉得做的很有意思 它底下有一个像镜子一样的反光平台 它可以方便你在站着的时候 消费者到现场直接可以看到这个反变的情况啊 一目了然 后面一个多连感的这个悬架 这个空气悬架都组在这啊 这个白车身最有意思的就是 它这个后压柱一体底板 做的还挺好 这里还做的亚克力玻璃的这个补形遮盖 然后呢 这个压阻间很大 起点在这啊 终点的话 一直到这儿 那个螺栓口接口的地方 那么你低速碰撞的时候呢 换这个后动梁就行了 看一下啊 我们绕车一圈 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是直流口交流口 车载充电机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下面这里有一个塑胶的大的吸脚盆 跟特斯拉的那个组件一样 但是呢 它这个它这个吸脚盆 我记得特斯拉好像是整个的这一块都是 特斯拉没有把充电机安置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这边就一个小小的小坑啊 这是个塑胶材质的 然后这个后防撞杆的话 大概到这儿 没有再往外扩 然后这边呢有个器官 这个东西就是前段时间大家非常非常眼熟的那个这个装置啊 器官安置在这里呢 就确实在最位的时候比较容易被撞掉 但是它可能这轿车也没有更好的不知位置了 其他都还行啊 这东西它也不会爆炸什么的 倒也没事 它就是一旦撞掉之后 这车的悬架就全体趴掉 这车就失去行动能力 看一下这个压压压键这个后轮包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边有个巨大的巨大的挤出铝键 做这个电池包的这个侧碰防护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啊 这种一体的自冲锚钉 凡是涉及自冲锚钉的就是钢铝混合的这种结合 然后看一下这个中共台的支架 这是一个工程塑料的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种拨迁的工程塑料啊 反正不是压压铝合金的 我其实目前比较OK的是那种压压铝合金啊 就看起来比较高端的那种 前面这个挡火墙的这个板子 这底下也没有这种成立枢纽钻的这种压轴键了 车头的话压轴键就用的比较少了啊 像这个内侧的位置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钢制键 这不是压轴键 那有些车的话在这个部位 是一个大型的车头压轴键一体化的过来 那样的白车身我就比较喜欢 这很有意思啊 这踏顶这里掏了个洞 其实这是个常规做法 因为它的上次臂在极限位的时候会顶出 这里做的一个预留 这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正面啊 正面 我觉得这个组件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等于是一个增强版的全方位的一个顶八 以前我玩新顿车的时候 然后这边是悬置 悬置的这个应该是热泵空调 特别的软 你看 晃晃悠悠的 这是正常的啊 它晃有越晃有越好 也别晃得太大了 晃有代表着这个 减少整侧的NVH震动啊 前重量的话 这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 里面应该是个大的填字型的前重量 带着一点点这个外倾 对偏值20%的盆装会有一点的优势 然后前面的冷凝器 鞋子安装之后呢 可以安置出来一个超大号的前备箱 鞋子安装不是没有弊端的 兄弟们 你 但是你侧头这么矮 你只能鞋子安装 鞋子安装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极限的气候下 可能会出现热交换效率下降的情况 好吧 极限的气候下啊 这个比方说特别热的时候 你可能空调没那么凉 这个事 现在还没有经历过这种极热的 用户端的极热的这种体验 所以它的空调在极端情况下 会不会 智冷效果怎么样啊 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这就是小米苏漆的这么一个 白车身的基本状况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键啊 他们做了一个喷心的处理 把表面喷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 我在这边的话 也没有看到任何挡火墙上的这个压住组件 这边一体自冲锋还是用了不少 一体自冲锋 这个展架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电池包从这下面 电池包的厚度 现在数据我不知道啊 看起来还是 不那么的厚 这个事情对轿车来讲 电池包的厚度特别重要 总体来讲可圈可点 但也不是一个巨高端的白车身 这个离真正的高端白车身 还差很大一截 是一个我觉得 对于小米造车三年来讲 是一个合格的白车身 我是怎么理解的 电车